宅在家里的第33天 一名中年男子 终于向他的猫提出了奇怪的要求 老梁 待太久了 今天阳光特别好 我们做几个好吃的 出去野餐吧 走吧 野餐 这种做作而美好的行为 一般情况下 至少准备七八个菜 现在非常时期 一切从简 先做个知识热狗棒就好 从战略储备小香肠里 扣出两根 切成两段 省着点用 知识最好用这种小圆柱型的 比大块的方便 不用修 切成两段 省着点用 把竹签插到香肠里 记得要插正了 弯了 炸出来 样子比较难受 知识也是同样的操作 不小心插弯了 请用手掰直 弄好小热狗 觉得不够过瘾 还想做个大的 好在 我还有战略储备大香肠 大香肠就要配大知识 大块之识稍微麻烦一点 要修整一下形状 把边角都削掉一点 尽量接近香肠的形状 切下来的边角可以先吃点 或者存起来 以后撒到泡面里 有大有小 看起来舒服多了 接下来做一下热狗的外壳 打一个鸡蛋到面粉里 加上盐 白糖 泡打粉 牛奶 一起搅拌 材料的分量都打在屏幕上了 用普通面粉就行 有低筋面粉更好 裹面达到这种有宽调能流动的状态就好 给热狗表面裹上面浆 如果足够深的杯子装面浆 裹起来会更方便 表面再滚满面包糠 油烧到160度下去 炸两三分钟 热狗浮起来 并且表面全是金黄色就可以了 顶部的芝士都融合在脆壳里了 趁热给大家拉个丝 炸好的芝士热狗棒放到野餐盒里 加上美乃滋 番茄酱黄芥末 那可是真香 光有热狗棒不行 再做个薯片大虾沙拉 先切个牛油果 然后帅气地用刀取出狗盒 这样搞是很帅了 但请问大家 要怎么把果盒弄下来啊 牛油果都切成小碎块 芒果去皮之后也是一样的处理 然后白煮了几个小虾 如果你想做四块沙拉 那要煮六只虾 剥壳之后 把其中两个虾儿切碎 跟刚才切碎的水果放到一起 挤一到两汤匙的美乃滋 搅拌到一起 这里提问一下 你觉得用哪一款薯片会比较好吃啊 今天的阳光暖暖的 很有春天的感觉 隔着垫子 能闻到青草的香味 除了热狗和沙拉 还准备了甜点 这个公主造型的草莓大福 胖胖的 很可爱 如果这里弹幕草莓大福足够多的话 下次就让公主大福出一期视频 春意盎然 鸟语花香 让我啃一口大热狗 充分享受着春天的 阳台的气息 啊 今天的阳光 真是太晒了 蜀片大厦沙拉 有着海下的香味 和水果的甘甜 草莓大福有三重口感 四重味道 软糯无比 芝士热狗棒 更是吃到停不下来 请帮我点赞投币 发个评论 发个弹幕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